第1067集 齐济时 齐和帝中兴元年 新寺 公元501年 春季正月初二 东昏侯任命靳安王萧宝义为司徒 任命靳安王萧宝银为车骑将军 开辅一同三四 初时 南康王萧宝荣开始称相国 发令大赦天下 并且任命萧颖州为左长使 任命萧衍为郑东将军 任命杨公泽为襄州刺史 13日 萧衍率兵从襄阳出发 留下弟弟萧为总管辅州事务 萧防守襄阳城附近的堡垒 辅司马庄秋黑防守繁城 萧衍出发之后 州中兵力以及物资储备都很空虚 卫星太守裴诗人 七星太守颜僧都两人不服萧衍的命令 率领兵马要袭击襄阳 萧伟和萧派遣部队在史平进行拦截阻击 大获全胜 于是 雍州得以安定 北魏咸阳王袁喜以太魏府政 位居群臣之上 但是他不亲礼政务 交齿银舍 贪得无厌 干了许多违法之事 宣武帝对他特别不满 袁喜派遣自己的奴仆 到领军渝猎那里 要一些专为皇帝担任警卫任务的雨林虎奔 以便出入之时为他自己担任护卫 渝猎不同意给 对来者说 皇上正在为先帝守丧 朝廷正式归于府政大臣掌管 我身为领军 只知道负责皇上的警卫事情 所以没有皇上的诏令 我不敢违反规定 私自给予 袁喜的奴仆没办法 正好泱泱不乐地回去了 袁喜不肯就此罢休 他再次派奴仆去对渔猎传达说 我是皇上的叔父 身为府政大臣 有所需求而向你提出 这和皇上的诏令有什么两样呢 渝猎严厉地回答说 渝猎我并非不知道王爷的尊贵身份 但是您怎么能指使自己的奴仆 来索要皇上的雨林 您可以要求我渝猎的脑袋 但是雨林却一个也得不到 袁喜因此恼羞成怒 依仗权力任命渝猎为横州刺史 渝猎不愿意到外地去 坚决推辞 但是袁喜不准许 于是就借口有病 而躲在家中 不出来了 渝猎的儿子 左忠郎将渝忠同管职 经常在宣武帝身边 渝猎就让渝忠对宣武帝说 各位王爷专横自义 其内心不可测透 一欲早点把他废除掉 而由圣上亲自临朝执政 北海王元祥也秘密地 把元喜的罪过恶行 告诉了宣武帝 并且说彭城王元谢深得人心 也不以长久的福利朝政 宣武帝听了深表同意 快到春季祭宗庙之时 各位王公们全都会齐在宗庙的东房斋界 宣武帝在夜里指派渝中 对渝猎说 明天早晨进来见我 将对你有所吩咐 第二天天刚亮 渝猎到了 宣武帝命令渝猎率领直六十多人 传达圣旨要见元喜 元谢 元祥三人 把他们护送到皇上的住所 元喜等三人进入光级殿 宣武帝对他们说 元客 我虽然孤陋寡闻 舔成皇位 但我患病之后 确实依靠几位叔父福利朝政 才使我得以苟延残喘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三年 三位叔父一再表示要归正 殷勤谦逊之意 不敢服你 所以 现在我就自己亲自执政吧 各位叔父 暂且回到各自的府地去吧 至于下一步如何 我当分别安排 元客又对元谢说 近来南北事务繁多 使您奔波劳累 不能实现虚净之智节 元客我是何人 怎么敢长久违背先帝的遗斥 今天我就顺从了叔父的心意吧 元谢听后 感谢元客说 陛下孝顺恭敬 养尊先帝的遗诏 惜准我脱身俗悟 这真是尚成了圣明之美 吓碎了微臣我的志向 附近四网 如何不令我悲喜交织呢 十五日 宣武帝诏令 元谢以王爷身份回府敬仰 元喜未尽太保 元祥担任大将军 陆尚书氏 尚书清和人张仪 行轮知道了元客 对这三位叔父的安置情况 觉得这样处理很不正常 就离朝逃走 逃出了洛阳城 于是被御史中成 中山人真称弹劾 宣武帝发出诏书 狠狠地斥责了他们二人一顿 宣武帝还让渝猎担任领军 就嫁封他为车戚大将军 从此以后 渝猎常在皇宫中值班 国家军政大事 他都得以参与 宣武帝元客 当时才十六岁 不能亲自处理 决断朝廷事务 就委托给身边人办理 于是宠兴之臣 如昊 赵军人王祝兴 上古人寇蒙 赵军人赵 南洋人赵雍 以及外戚高赵等人 开始专权 北魏的朝政 从此逐渐衰落 赵 尤其受宣武帝宠兴 一个月之内 就升至光禄勋 那每升一次官 宣武帝就亲自到他家中 设宴庆贺一番 皇宫众臣们 也都随着一起去 十六日 南齐东昏侯 在南郊 举行祭天仪式 大赦天下 二十二日 北魏宣武帝元客 在太极殿前 召见百官群臣 告诉他们 自己要亲自执政的意见 二十七日 宣武帝 命咸阳王元喜 兼任太位 任命广陵王元宇为司徒 元客让元宇进入内殿 当面告诉了他这一任命 但是元宇坚决推辞不受 他说 当初元谢自己 本来不愿担任司徒 而陛下却强使他担任 如今刚免去了 元谢的司徒之官 而由我代替他 这样一来 必定要遭到众人的议论 所以我不能担任 于是元客只好 让他担任司空 二月初一 南齐南刊王萧宝荣 任命官军长使王茂 为江州刺事 任命静陵太守曹景宗 为颖州刺事 任命孝陵王萧宝忧 为荆州刺事 初十 北魏大赦天下 十八日 南齐东魂侯 派遣羽林兵 袭击雍州 宣布朝廷内外实行戒严 二十日 萧衍到达静陵 命令王茂 曹景宗担任前军 又命令中军参军张法安 防守静陵城 王茂等人到达汉口 众将领既要合兵 围攻颖 以及兵分两路 袭击西洋和武昌 萧衍不同意这一方案 他说 汉口河道宽不到毅力 我们在河中间 敌人在两岸射箭 箭与交织如何得了 再说 王僧纪以重兵把守汉口 于颖城 成鸡脚之势 如果我们出动 全部兵力前去 王僧纪必定要派兵 去断绝我军的后路 如此一来 后悔就来不及了 所以 不如派王茂 曹景宗的军队 渡过长江 跟荆州方面的兵力合作 逼攻颖城 否则亲自围攻鲁山 以便打通缅汉水道 使云城精灵的粮食 能用舟船运下来 江陵和乡中的军队 相继到来之后 兵多两广 何愁攻不下这两座城池呢 夺取天下 无需立战 简直可以 握而取之 于是 萧衍就指使王茂等人 率兵渡过长江 驻扎在九里 张冲派遣中兵参军 陈光静出城迎战 王茂等率部痛击 获敌获胜 陈光静战死 张冲只好聚成自首 不敢出战 于是 曹景宗便占据石桥谱 白开战线 一直下到嘉湖 荆州方面派遣官军将军 邓元启 君主王氏星田安之 率领数千人在下手 与庸州方面的兵力会合 萧衍驻建汉口城 以便守护鲁山 并且命令水君主 易阳人张慧少等人 在长江中游 祖兰 以便断绝影城 和鲁山之间的信使往来 张公泽率领 湘州兵力和其他军 在下口会合 萧永州 命令荆州方面的各部兵力 全都接受杨公泽的指挥调遣 即使是萧应达 也同样成为他的部下 南康王萧宝荣的 向国府商议 要派遣人去执管湘州 但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 西中兵参军刘坦 对众人说 湘州的风土人情 不同一般 内力的人容易骚乱 难以取信 如果派一个武将去 则会侵扰鱼肉百姓 而派文官去 则威劣不够 不容易震得住 所以要想使湘州 平安安稳 军民封一足食 无论派谁去 也没有派老夫我去何时 于是就任命刘坦 为辅国长使 长沙太守 诸管湘州事务 刘坦曾经在湘州住 当地有很多得过他好处的老熟人 所以应接他到来的人挤满了道路 刘坦到任之后 选派能干的立员吩咐石郡 发动民众运送租米三十多万户 以便资助荆州和雍州的部队 因此粮食物资缺乏就不再发生 三月 萧衍派邓远启去占据南唐西边的长江岸 田安之驻扎在陈北 王世兴驻扎在驱水旧城 初三张冲病逝 萧綦将军薛元寺和张冲的儿子张兹 以及征炉长使江夏内使陈茂 共同守护影城 十一日 南康王在江陵称帝即位 该换年号为中兴 大赦天下 并且建立宗庙南北交祭祀天地场所 周府城门则全部依照建康宫的规模而改建 设置了尚书五省 任命南郡太守为尹 萧颖咒为尚书令 萧颜为左仆叶 靖安王萧宝义为司空 庐陵王萧宝源为车骑将军 开赴一通三思 靖安王萧宝银为徐州刺事 散其长使夏侯祥为中领军 官军长使萧伟为雍州刺事 十二日 萧宝荣发出诏书 宣布萧宝卷已经成为庶人 并封他为福陵王 已有 萧宝荣命令上书令萧颖咒 见荆州刺事 又驾封萧征东大将军 都督诸讨诸军事 并且授予他皇帝所用的黄月 当时萧衍正在阳口 和帝萧宝荣 派遣御史忠成宗去靠劳军队 宁朔将军心野人鱼豫 蜿蜿对宗说 皇上还没有授予萧衍黄月 这样无法统帅各路军队 宗返回江陵 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河帝 于是就有了上述 对萧衍的任命和授予黄月仪式 萧云寺派遣军主沈南当 率领青州数千艘 穿越极流前来交战 张慧绍等人迎急进击 擒获了沈南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